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从一个电台节目演变成为国内倾诉节目的指标 它是怎么样做得到的呢 那在形形色色的问题当中 它更是看见了人与人之间的盲点和匮乏 在过去将近30年的DK生涯当中 从别人的心事里它又有怎么样的一个体悟和收获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著名的DJ陈峰 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大乘心事 从心事看盲点 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峰 大家好 在1991年这个偶然的机会 我入了《黎的呼声》 我做广播员 是一个话剧的演员 在隔了一年1992年开始有机会踏入做DJ 做广播 在几个节目里面其中一个节目单元 就叫做《亚风日记》 那个时候的《亚风日记》 说明是《亚风日记》 就是我 不是其他人 我就掃心声说说我自己的节目丹缘 说说自己的心情 每天经历一些事情 说一说就觉得 只是我说他没有什么人 不如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把你的心事 把你的日记都传入来吧 1992年1993年写信的 原来在1992年那个时候 《黎的呼声》也不是概括全马 只是中马和北马 我的信都多得像垃圾袋一袋一袋 由此证明人有很多心事 那个时候只是读一下信 读信原本就是读出他的心事 读出他的日记 但是做着做着 那时候自己白就回答两句 就和大家说 给你一些意见 你不用这么伤心的 过去就算了 原来人是需要这样的 除了你读他的心事之外 他需要你说几句话安慰一下他 那就安慰一下 由《黎的呼声》跳到908年 我们开台了 全马都听得到 头两年都没有 之后就开始重新开这个节目 那个时候有几个节目名 有一些我都不太记得 《咖啡面比不自防》是其中一个 落在1102 到最后的这个大乘心事 由写信开始 到电台都是写信 到更先进 我们说我们有一部电话机 你可以把你的日记的心事 电话进来 那个时候 我想很多公司的电话机 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单 因为你家里不可能有电话机 大多数都是用公司的电话机 把电话全部电话过来 同样地收起来 很大答很大答 是读不完的 到最后将大家的心事和日记 拿去联系 冷了 若干年之后 终于有一次的机会 就说大乘心事 不如我们先开电话吧 咦 那个时候的确有点挑战 因为每一次我收到大家的问题 是看过之后过了雷 想想如何回答 还在一个信 Fax文写几个字 看看 直接接电话都没亏过 胆粗粗 年轻无知 就说好了 接电话 我都不认为我回答得好 但是还是受的 那些人的电话线不停地拨电话来 然后我无论怎么说 都觉得OK… 我回答得很差 下个星期还是有人来拨电话来 我一直骂到九号淋头 下个星期都一样再打电话来 最好笑的就是打电话来说 《陈峰,你骂我吧》 由此可见 人的问题是不会解决到的 长久下去 如果他自己看不透、看不清的话 所以从一开始 如何去改进这个节目 我由抱着好玩 大家写信来 向我谈刷心事 之后早上发觉 咦,不是 这个节目的单元 的确有社会的功能性 因此我觉得 我自己也需要改进一下 有时候回答到没得回答 我发觉我原来用来用去 都是那三招 一、二、三、一、二、三 分手吧、分手吧、分手吧 不要理他了 那个死佬来的 说他吧 这么差的 通常情绪是和听众 几乎接近同一阵线 这是危险的 当我的角度和我的情绪 和听众是同一个角度 和同一个情绪 感觉上我是支持他 但同一时候 我基本上是继续推他入火坑 但到自己的年纪逐渐长大 逐渐成长 开始了解更多 上下课 看看书 现在更方便 懒得看书 开YouTube 有很多大师级的人 跟你讲解人性的东西 怎样去提升自己等等 大家都说科技改变了人的问题 但其实人的基本内心的问题 是没有太大改变的 那个平台改变了 就像我的平台那样 由以前的写信 去到电邮 去到直接电话 说的模式是更换了 但是你的内心的问题似乎百年不变 甚至是千年不变 永远都存在着这个问题 所以宗教几千年就开始了 其中一个原因 我们先来讲一下 问题的确有很多 问题是一个很好探讨的东西 究竟这个问题是否真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谁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还是我的问题 还是大家的问题 谁将它看成是问题 谁将它看成是问题 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问题都是由我们的内心 投射出来的问题 如果你的内心没有这个问题 就没有了 慢慢想想这件事 夫妻最赤裸的一个关系 我们觉得最亲的人 就是夫妻 夫妻之间应该是无所不谈 因为是最亲的 有什么事跟她说 有什么事坦白地跟她说 是吗? 是的,拍下掌吧 但是你是真的将你内心一百巴仙 想说的都曾经跟你的老婆 或者老公说的怕掌吗? 为什么笑了这么多? 你拍一下后面心虚了 快点收 是否真的这么赤裸? 是否真的用一百巴仙? 是否真的能够什么都跟太太说? 有 有些就什么都说 但是说过了 那不是真诚的 火爆的时候就说过了 有些就不敢说 收藏了 为什么你不跟你老公说 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们随时随地都在想 如何取悦我们的客户 那个职员成千万 你叫我跪下就行了 老板 但是呢? 回家会不会去取悦你老公 取悦你太太 把你太太和老公的客户服侍吗? 让我做个提案 给我老公先 看看这个月如何取悦我老公 令我老公开开心心 也不会的 因为太近了 我们觉得很多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走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往往都不懂得用一些比较真诚的 你说很真诚 但是那个真诚是如何对待对方呢? 总的来说 我们在相处期间 已经忘记了的山盟海誓 就是你去注册的时候 在宣誓官面前说什么? 我会爱他一生一世 为什么夫妻时时吵架? 就是因为大家有自己的立场 有立场对不对? 对 没有立场 那你是什么? 你肯定有一点点的立场 我认为我们应该是要有立场 那我们只能够表达我是谁 我的性格是怎样 我的体意是怎样 但是有些的立场是包括了 概括了我的立场 就是要的太太是这样的太太 或者太太要的丈夫是这样的丈夫 就是你有一套标准套上去 就是撥电话 他打来上个星期而已 其中一个撥电话 你说很不行 忍不住 不知道我不能够离婚 我问什么原因 老公不上进 现在的太太饿了 我赚钱比老公多 我跟她说了很多次 但是这样的电话不是一次 是很多通 她觉得丈夫不是很上进 做了几千元 我现在已经比她多了 她不能接受丈夫的收入比她 她心里面有一个标准 把标准套出来 老公的收入不可以比我低 我说这个标准是你的标准 对吗 那你的老公呢 我老公就觉得不一定要赚很多钱 总之开心心轻松就对了 我接受不了 老公的标准我问她 站在老公的立场有没有错 没有对还是错 其实老公的标准是要这样生活 你的标准是要这样生活 你的立场和我的立场 可以吗 有对还是错 没有 这里没有对还是错 是她的选择 好了 现在你把两个立场放在一起 糟糕 合不入 因为太太有那个标准 我老公要找多个我 但是老公说我不一定 你找多就是你的事 那这个怎么办呢 当你很硬地要这个立场 选择到你丈夫的身上的时候 那问题就来了 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就是 究竟你们的爱情建立在什么上 你们的爱情是建立在这个标准上 即是老公赚钱赚不够多 我就不爱你 很多都搞不清楚 你们两夫妻之间的爱建立在什么身上 老公的事业跌了 赚钱不够多 什么都要我赚多一点 为什么会是你开始很讨厌的老公呢 你不是那种 老公不要紧要 你赚少一点等我来 我们两个相爱的 因为我们的爱 是建立在我们两个里面的默契 爱情 我爱你 我是平时的感情上 而不是究竟你赚多少钱 混淆了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 这套你的标准要放在你的孩子身上 你的丈夫的身上或者孩子的身上 同样地父母亲也是一样 把标准放在孩子身上 你的标准、你的立场 确定100%是对的 我也有接过一个电话 其中一个要赚钱赚得很辛苦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我给孩子最好的 什么是最好的 学习这些、上什么课 左右内开发、补习、钢琴 我想学这么多东西 你将来未来是怎样的 能先观察下来 学好所有东西 到时能活到什么 能够使用得着 那孩子是否真的要学这些东西 不是,是你的标准 你的标准100%应该对我 很拗紧 肯定是对的 为了他的未来、为了他的前途 是对的 我一定要让他学习的 我直说到那位 最后的太太说 老公找也不及多 我多找过他 至低限度 他也要找跟我一样 一半一半 我家里的东西要一半一半 我想一人一半的標準又是哪裡來的 又是她的你 她內心投射出來 覺得應該要有這個標準 老公、老婆一定要 我說如果老公做不到你 是不是堅持要你的立場 為甚麼世界會打仗 堅持你的立場確定你錯 她賺不到就等於錯 她賺不到那麼多錢就等於錯 是嗎?是否錯 不一定是錯的 我說換個角度 有一天你的孩子是你的兒子 接著結婚 有一天你的兒子走回來投訴 我今天不回家 跟老婆吵得很厲害 吵甚麼? 老婆說我賺的錢不夠多 你覺得媽媽和兒子會怎樣說? 死水的兒子 為甚麼賺到那麼少錢? 賺多一點 至少要超越你老婆 還是為甚麼你老婆這麼野蠻 在立場她會覺得你老婆野蠻 有甚麼所謂 現在是甚麼社會 但當她自己當太太的時候 她就不能夠接受她的丈夫是這樣的 那吵架就是甚麼? 兩夫妻當開始我維持我的立場的時候 她又在說她的立場 我要她認同我的立場 所以我提高我的聲量 這個是對的 當然是這樣做的 然後她又要維持她的立場 她又反駁了 反駁的情況下 因為在維持立場的過程中 再深一層就是要贏 她要你認同我的立場 到最後要掌控整個局勢 因此再提高聲量 那大家就越來越大聲 再大聲一點 你還不收聲? 你不收聲你還不認同 我又再大聲一點 希望對方會收聲 結果聲量越來越高 高到最後是甚麼? 豈有此理的 老公還不收聲 一巴掌來 再不是一張椅子拍下來 暴力了 這樣就收聲了 終於收聲了,太太 但她們都流血了 然後老公那一刻覺得贏了 她覺得過我的立場 我終於贏了 你打一個球 如果太太是長壁 或者丈夫是長壁 你打多大力去長壁 她就反彈多大力給你 你用越大力 她就反彈得越大 傻的 你這麼大力幹甚麼? 如果接球的人 是擺很多臉的 很多布的 你不反彈那麼大力,可以嗎? 打你打你 我覺得打球員 你把對方當作對手 運動場打完之後 還會閉嘴 你們吵架就… 好,沒事了,閉嘴 明天再吵架,會不會嗎? 沒有,你們吵架完之後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又不理睬 很多老公、老婆 到最後一輩子都說話 甚麼?吃飯吧 衣服脫掉去洗 甚麼?說話這麼粗暴 或者這麼沒有禮貌 這麼不溫柔是甚麼意思? 因為某年某月某日 大家吵架吵得很生氣的情況之下 接著就冷戰 冷戰超過十四、二十一天 就變成習慣 習慣了之後 放不下的臉子 重新跟她溫柔說話 自此之後 一輩子都粗粗老老地到對方 這裡有多少個是這樣的? 拍張來聽聽 你很不老實 或者你爸爸媽媽都是這樣 還有沒有這麼溫柔 還有沒有拖手 還有沒有看到你爸爸媽媽五、六十歲 大輪、老婆 可能久了都看不到這麼親密 這麼溫柔的對話 主要原因就是立場 有時候想清楚你的立場是否真的這麼重要 為甚麼你要把那一堂東西套進去? 有些人覺得世界不公平 例如如果他不一半一半 覺得世界不公平 我請問誰設定了標準 世界不公平的? 如果我剛才當太太的原理來說 誰設定了世界這麼不公平? 不斷地叫這個世界很不公平 就是你 你說叫不公平的世界就是不公平 當你覺得世界沒有甚麼 這樣的事情不一定要公平 不公平就沒有出現 所以世界所有的事件 你讀過不公平 覺得人們很貪腦 有些甚麼的確存在 但首先就是你自己的內心裡 你投射出來的 你有沒有試過買車的時候 之前你去買某某牌子 還沒想到買某某牌子 你開車 你沒有發現路上有這個牌子 到有一天突然你想想 我想買這個牌子的車 為甚麼路上這麼多? 然後我還買這個牌子的紅色的車 原來街上有這麼多紅色的牌子的車 當你開始注意投射出來的時候 就滿街都是 當你不留意的時候就不存在 當你不在意那些烏鷹在這裡飛來飛去的時候 家裡有烏鷹嗎? 不覺得 但你是天生很討厭烏鷹的 只是兩隻飛 你會覺得整個屋都好像有烏鷹一樣 同樣地如果你把你丈夫的問題 你太太的問題 你孩子的問題 露得這麼大 還有你覺得是問題 千萬不要把它當成問題 有時候孩子讀書不聰明 不要當成問題 有些孩子學習不是靠讀書的 是靠手藝,是靠下手做的 她的才藝在另一邊 但是你將你的標準就是不懂彈琴 我孩子就有問題 她讀書不聰明,背不上 數學差,科學差,她有問題 是嗎? 不要輕易把一件事情當成問題 拜託 世界上沒有太多的對錯 是你自己選擇看它是對 是你自己選擇看它是錯 所以你自己的內心投射是很重要的 當然當家庭罵犯或甚麼 孩子是其中一個 時常打電話來說要離婚 最捨不得的是甚麼 孩子呀 我不離婚的原因都是因為孩子 其實以前我就說 不要了,你自己不開心 離婚算了 這個比較重要,你自己開心 這其中一條路是想不通的話 但他想得通的話 如果他接受我之前的原理 基本上真的不用離婚 他看清楚所有他認為的問題 其實是他自己的一套標準 硬硬撿在別人的身上 撿在老公、孩子的身上 只要你把立場擦開它 尊重對方 尊重你的孩子成長就是這樣 尊重你的孩子的才華本就是這樣 尊重你的丈夫 大哥,你選擇的 當初你拍拖是這樣的 我時時一問一句 為甚麼?你當初選擇的 我以為她結婚後會變的 是的 我又不見你變 你為甚麼不變得大方一點 包容一點、寬容一點 接受一點 還是這麼堅持你自己的立場 有些就說 我不知道為甚麼嫁著他 有些人又不知道為甚麼取得他 冤架這樣 這個問題你怎樣要清除 有些說靠智慧 靠甚麼 靠甚麼 其實是靠和解 和解解決所有的事情 你們… 這裡是練佛的 你有任何問題 其實如果你相信的話 他也是跟你的業障有關係的 那你想跟你的業障怎樣 清除它嗎? 剷除它嗎? 和解 所有事情都必須和解 有時候在佛教中比較好說 你前世欠他的 原來我前世欠他的 對不起,難怪他今世這樣對我 那你就卸掉了 如果沒有這句話,有時很難說 說我… 對,我不認,為甚麼他這樣對我 對,你前世欠他的 你前世對他很差 所以今世他回來 你現在要還給他 一句說完就完成 我接受 好吧,那我現在還給他 比較容易清除 但如果這個問題你不和解的話 假設在世,在這一世 你兩夫妻結婚六、七、六年、八年 開始吵架 正說三十多歲而已 現在科技這麼進步 萬一你不小心 一個不小心 一個不小心 活到九十五歲的時候 現在就是三十多 你要吵六十年嗎? 很辛苦 那你現在不和解的話,怎麼辦呢? 所以下下第一件事的意識要出來 當然我們說和解要靠很多方面 智慧 智慧在哪裡? 所有東西是學習、累積起來 而且智慧不等於IQ 智慧裡面是包括了很多容忍、包容 了解、明白、接受、了解、明白、接受 告訴自己我的人性 你看看 有時候我們在看一個新聞 我們說這些人有多殘忍 人對人為何要這麼粗暴 要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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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看 哇,這是甚麼人? 打仔打成這樣? 拿走格仔,原來是自己 任何這些東西的意識要有 意識就是提醒你自己 你的意識在哪裡? 你自己要提醒自己 這一步是對的 這一步是否對的 這是你的選擇 你選擇錯不錯,繼續結怨 如果你有這個醒覺 每一次選擇的下一步是… 簡單得連吃… 辛苦一點點 這麼胖? 不要吧 炸雞也不要吧 OK 是 你由四次一個月減到一次 每個都是你自己的選擇 然後結果全部都是你 所以每一個因都是你中的 果、自然都是你自己要受的 如果你想要敵人少一點 最早最早,最先最尊的 最近的是你的家人 首先要有這個意識 停止所有會傷害對方 強迫對方 令到對方心裡不愉快 不開心 有壓力 所有的一個行為 千萬不要說那句 讓他先做吧 吵架的時候 停吧,讓一步吧 他也不讓 我讓了,他也不讓 要解決問題不需要雙方 第一個,你才做起 問題就解決了 如果你做得好 齊家自覺平天下 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由哪裡開始 由你自己的家開始 跟你家人相處處理得好 做得好的話 整個社會就沒有問題 那國家還有什麼問題呢 當然是更加沒有問題 有人會考取學位去做一份好的工作 但是我們從來究竟有多少個時間 去為自己的人生補習 去做一個更好的人 擁有更好的人際關係 我覺得是為了一個事業 花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錢 去讀一個專科回來 是要經營那個事業 但是人生最大的事業在哪裡 我們人生最大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什麼 如果你有孩子的話 就算孩子養育和教育孩子 不是你人生裡最大的 都絕對佔很大的 我們有沒有給三年、五年的錢 去想一個讀書、想一個讀書 甚至是教育孩子 如何教育孩子 大家不妨 如果有一天做了爸爸媽媽 去買一本書來 去書局 找一本專家的書 如何育異、如何教育孩子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更開心 活得更開心的話 更豁達、更輕鬆自在的 我們真的要多學習 大家都一起學習 OK? 多謝大家 拍攝 無論是婚姻或者是家庭關係 都必須學習自我觀察 和不斷地學習 就好比陳鋒 從最初接到聽眾的來信 到現在成為一個指標性的人物 也是一樣 要經過無數次的學習 還有思考和觀察 才能夠達到現在的成就 讓我們再次用掌聲 來感謝陳鋒的分享 請問一下 麻煩 幫助你們 跟我們一起升 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